这两盆无花果种下去已经半个多月了 现在它们都冒出了这个新芽出来 可以搬出去正常养护了 我就把它们放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每天大概有六个小时左右的直射光 对于我这个品种的无花果来说 可以够它的生长和结果了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这个无花果来说还是不够的 因为很多品种的无花果对光照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是在家里种的话 或者是光照不是很好的话 建议选择那种耐阴的品种 比如说像我的这种波济红 还有那种风产王也不错 另外这个无花果还是比较耐寒的 在南方地区的话放在室外过冬完全没有问题 北方地区的话如果这个温度低于零下15摄氏度 最好是盆栽的话最好搬到室内去 这盘玫瑰国度的天使花了一个多星期了 现在都开始长了很多星月 冒了很多星雅 现在就可以把它搬出去养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每天大概有四到五个小时左右的直射光 对于它来说可以够它的生长和开花了 因为这盘玫瑰国度的天使它是比较耐阴的 当然如果这个光照越好的话它开的话就会越爆 还有就是它是比较耐热的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选它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这个露台夏天会比较的热 还有它也比较的耐寒 如果在北方地区的话 只要这个温度在这个零下10摄氏度以上都可以安全过冬 我这里就更不用说了 另外这个摆放的地方通风一定要好 如果是在家里中的话 最好是摆放在开放式的这个阳台来养